郭泰航空星期日 一班由香港直飛芝加哥的航班上 有乘客在機內作出資料行為 據了解 他走後鬧事騷擾其他人 並且曾觸碰和辱罵空中服務員 機像之後按指引轉飛東京 乘客由機場人員陪同下機 航班之後再次啟航前往芝加哥 根據航班追蹤網資料 那班CX806航班 9月29日下午12時39分 由香港國際機場起飛 原定直飛美國芝加哥 奧克爾國際機場 不過在航班起飛後 就改往東京成田國際機場 並且在當地時間晚上7時57分 重新起飛前往芝加哥 這班CX806航班 最終在美國時間29日下午4時31分抵達 交原定時間而5大約2小時 國泰航空說 所有決定都是以安全為首要考慮 就事件對顧客帶來的不便深表欠義